如果真的发生强碰的行为 国民党很可能一人就全党 全党就一人的这个局局会完全破灭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国台民跟侯友谊之间的关系 我过去也讲了很多 我也说了很多 就在今天3月24号 杨秋新前高雄县长杨秋新 他在脸书上面发布了一则消息 他陪郭台民去参拜宫庙 应该3月23号发生 他在3月24号公布 这里面就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杨秋新就是代表郭台民 当然不能说直接代表 至少是间接代表郭台民 就是说国民党既然要采取一个 征兆方式的话 那就应该要讲清楚征兆的原则 那是什么 他征兆的原则就是说如果郭台民可以代表国民党 参战的话对抗赖清德 那就比照张善政的模式 就是正式提名前 就是正式提名前郭台民加入国民党 这个是所谓的桃源模式 我过去我都讲了很多了 我就不再重复 那第二个 就是说如果郭台民跟侯友宜之间 他们的对比 他们的对比 谁多 谁少 另外一个人就要支持他 那当然 这个是符合公平原则 但是所谓的符合公平原则就是 对比是民调怎么做 不宜 由一个人说了算 那第三个 如果国民党 以党为优先 征兆所谓的侯友宜的话 怎么处理郭台民的问题 所以杨秋心讲 郭台民还在等国民党的答案 况且从2月14号一直等到今天 已经一个月零十天过去的 一个办法都没出来 那我们基于这三点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想 就是说郭台民的声音 为什么会逐渐沉起 郭台民本身就有一个大数据中心 这个大数据中心 就已经透露出很多的讯息 郭台民应该已经掌握 在这一局上面 他可能比不过侯友宜 所以郭台民可能回国民党的希望 也没有 代表国民党参战的希望 也没有 第三个也不会征兆他 那这个结论 郭台民事实上是非常清楚 但是啊 人有的时候对于这些事物是看不开的 那所谓看不开 我可以告诉各位 郭台民他身边的跟他有保持密切关系的人 现在逐步向谁靠路 逐步向侯友宜靠路 这个是一个事实 郭台民也知道 但是以郭台民的个性 如果啊 如果是他往日的个性 他一定会破口大骂这些人 但是我们这次发现他很安静 就是说任由这些人 向侯友宜靠路 那显然 已经说明了 郭台民在这一局 他不强求了 对国民党 他不强求 输了就输了 郭台民是有这种胸襟 但是话说了回来 国民党怎么处理 郭台民的问题 才至关重要 如果处理的不好 会不会发生擦枪走火的意外 谁都不知道 那如果处理不好 会不会重演2019的悲剧 把许剧变成了悲剧 悲剧变成了闹剧 就是郭台民就是不承认这个结果 再奋合批评国民党一次 那国民党能不能承受 这个问题 是关于侯友宜跟国民党之间的事 所以我一再说 要把郭台民视为一个资产 你不要把郭台民视为一个负债 或者是一个抗争者 如果真走到这一地步的话 对国民党自为自为自为不利 因为郭台民现在 已经在全省公庙开始走透透 他也在反映一般的民气 就是国民党如何处理 郭台民的问题 对侯友宜对国民党来讲 是重中之重 郭台民虽然不会跟民众党结合 但是他可以透过很多方式进行暗示 好比说民众党的不分区的席次 对不起 郭台民推荐几个人 那请问一下 国民党怎么解读这件事 国民党怎么解读这件事 至少郭台民所推荐的人 如果把民众党加清明党结合起来 大概也有10%到12%的选票 这个在2022年的选举 已经可以看出一个端倪 但是郭台民现在没有撕破理 他就是近代尘埃落定 就是双方要怎么谈的问题 或许郭台民已经没有野心了 跟侯友宜竞争 因为他身边的人也到了 也公开支持侯友宜 郭台民没有阻止 这个不能说是 这些人被郭台民而去 而是郭台民在表达一个善意 这个善意你怎么解读 或许大家有不同的解读 但是国民党一定要处理这件事 况且国民党当时既然已经承诺了 非绿联盟或者用征兆的方式 推出最强的母鸡 那所谓最强的母鸡 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侯友宜 一个是郭台民 不会是朱立伦吧 那当然这些问题的存在 就是要看侯友宜的政治智慧 跟国民党如何去化解 双方过去曾经有的不愉快 这也就是说 那我为什么呢 我经常强调 侯友宜应该跟郭台民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 然后双方达成一致的默契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 都应该是有这种政治智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郭台民也好 侯友宜也好 如果真的发生强碰的行为 国民党很可能 一人就全党 全党就一人的这个取局 会完全破灭 我希望你能 вер 吗 这样可以